有一个电动车就是昨晚有新股上市 又是被语为Tesla是敬敌 Rivian 也有不少观众想问 有人已经前两天已经投资了 知道今天你是嘉宾 可以帮我问一下朋友的策略 他昨晚已经进入了 已经进入了 刚刚chartrun 也有人留言 也想问Rivian 他是重猪 怎么办呢 他打算是链铛半年左右 你问我新股美股 我通常在头几天都尽量不买 因为我想波动性会比较大 因为始终供求关系之下 就会比较差一点 还有可能升跌几个百分比 或者十几个百分比都很正常 所以我自己就不特别去搞 因为其他都有一堆电动车 你说现在没理由跟你说看前景 纯粹看供求关系 还有我想现在的电动车还是挺热的 我想很多新闻 你看刚刚我们说的LCID 当然更加有Tesla Tesla昨天插穿一千之后 很快又抽上来 我想整个势头都还在 你问我 我觉得你这些情况 如果现在入场 真是当好像跟他打荔章摔角那样 我想短炒为主 我觉得这些位置 你说一入场就长渣 我就不太建议 我想先转一下 有得一定的升幅 你就吃半流半 拉低你的成本 这样去继续trade会比较好一点 是